其实也可以参考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第19页 这个是台电的那个范例 里面讲到的部分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程式 其实我也有把那个我写好的程式贴到云端上面的第...看一下 这边,OK 在第22页的地方 那我也有在上面把那个注解加上去 所以其实我只是说把那个拖拉到值先做 然后再拖拉到列 那刚刚那个问题好像就消失,就没有这个问题 OK,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再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其实就是苏纽分析表里面的一些简单的操作 OK,所以其实它录下来的程式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其实是不需要的 那我只是把不需要的把它删掉而已 那当然你不确定说哪些可以删,哪些不能删 那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我刚刚有提过 就是你可以先注解掉 然后让它执行看看 如果那个程式如果run的时候 其实不会影响整个程式的执行的话 那理论上那个程式是没有必要的 那其他的话 那刚刚那个问题为什么发生 我在猜想应该是因为我们用的栏位名称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栏位名称一样的话,它会变成说你是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会把你刚刚的那个黏的那个栏位 它叫...它叫个名称叫什么? Pivate Fields 这个叫苏纽分析表的栏 那哪一个名称? 也许是不是说可以换个名称是不是也就可以解决? 我再猜啦,OK 这个地方的话,如果有时间同学也许 或者可以试试看 修改一下不同的栏位名称 会不会就可以解决刚刚那个问题 这个也许可以试试看 那再来的话,如果要画折线图 那画折线图一样 比如说枢纽图好了 那当然你如果不会的话,你可以用录制的 那录制的方法一样 不外乎就是先彩排一下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插入 一样...不,更正一下 你用插入图表也可以的 或者说你直接就在那个枢纽分析表 这叫枢纽分析表的分析 那这边会出现这个枢纽分析图 OK 那比如说我今天 把它换一个这个 OK 就是你... 假如说你要绘制图的话 可以从这边 OK 那怎么做 其实这个... 当然一样 录制聚集的话 我用录制好了 OK 然后可以来参考 再来修改好了 OK 那你可以给一个名称叫枢纽图好了 好,那再来 1 就是先到枢纽分析,里面枢纽分析图 接下来的话找折线图 含有那个资料标记的 然后按一个确定 那至于位置大小,我们就不要动了 反正我们自己加就可以了 那顶多是改这个 这个名称的话呢 叫做历年... 这个...历年切到折线图好了 我拿这个来改好了 OK 然后直接这边把它贴上 那至于它的... 那个字的大小啦 有没有,这个也许自己再改一下20 然后颜色改红的 改成粗体 然后并且把这个图例delete掉 好,那大小自己调 然后把它录制,停止 所以在开发人员里面停止录制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先delete掉 让它重跑看看 那当然也要改一下 枢纽分析图 枢纽图 编辑 OK 那你可以看到它是放在哪里 它放在枢纽表 所以理论上 它会在模组里面 产生一个module2 OK 那当然你module2 你也可以改个名称 或者甚至你可以把这两个sub 移到module1里面 放在一起 可不可以 OK,没有问题 好,那我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呢 枢纽图在底下 那一样上面的注解先delete掉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它是根据目前的工作表 ActiveShoot 然后的什么物件呢 图表物件 做addchar2 那这个的话就是含有标记的折线图 所以后面的话呢 我希望逗点 总共有四个参数要加 前两...后面有四个 那前两个的话就是坐标 比如说我希望放在哪里呢 干脆放在这里 帮我放在D1的这个位置 然后宽多宽 大概10个吧 高多高 20个吧 OK 那如果你懒得在自己打那个 你可以直接参考 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第19... 应该是第19页这里 对,19页这里 直接拿这个来copy OK 直接把... 痘点 后面这个Ctrl C 那这个什么呢 D4的左上角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放在... D4这个位... 我们放D4好了 OK 好啦,放这个位置 那就直接把它贴上 E4就是D4的左上角 那宽的话有10个 D1的宽 D1就是这个的宽度 然后高的多高 D1的10个 意思就是... 就是20个 到这边 好,那我们来乱乱看 那其他的话 还有哪些要改 我们的Source Source 就是这个表 那从哪个A3 到B的12 OK 那这个范围 你看这个可以不用改 当然如果你假设 将来的那个什么呢 工作表 名称会变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工作名称Delete掉 不然的话他将来会抓这个名称 OK 那假设我们不改的话 用预设的 再来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是... 点Slice 这个其实理论上都可以删掉 那贴上的话呢 这个也可以 因为其实我们主要... 这几个其实是因为我复制这个名称 产生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可以Delete掉 那Chart Title的话就是他的名称 OK 那字的大小 跟字的这个颜色 还有粗体字我前面有讲过 所以其实你们也可以参考 那个云端上面的这个地方 有没有 这个名称其实是可以改成类似这样 修改那个有没有 就拿这个来Ctrl C好了 OK 然后Ctrl V的话贴到这边来 这一段实际上就是从这个地方 它的字的Size Fone Size 一直到哪里呢 这个是颜色 这个RGB的部分 然后呢 这个是初体 所以其实这一段呢 可以把它改成刚刚的那一段 然后呢 里面可能就是改什么 改它的 Chart Title这边有了 所以其实这个也可以注解掉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所以这么多啦 你可以改成底下的 就是它的 所以我用Wiz 当成头 就是说 这个Active Chart 指的是那个产生的图表 的Title 它的名称叫这个 那颜色的话呢 是红色 四大小二十 那顶多是初体 如果你要加初体的话 其实就是这个啦 加这个就可以了 Fone Bold 等于MOS True 或者是直接加个True 应该也可以吧 这个可能要试试看 我印象中 等于 等于True的话 你可以E也可以啦 或者等于True 我们等于E好了 OK 这样比较好理解 然后呢 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我要把那个Legend 就图例删掉 所以我用选了之后 Delete掉 但是其实 我是觉得 如果程式写 你可以 写这样子 叫Active Chart hasLegend 等于False 加这一行就可以了 OK 所以 这边把它加上去 我把它加在 这个地方 所以我把这个注解 注解掉 好了 那你们可以比对一下 这个原来的 改可以改这样 OK 所以最后的话呢 这些程式可以把它删掉一下 所以理论上 上面的话就是 产生折线图 这个地方 注解自己再加一下 我是建议注解 尽量加一下 产生那个 很有标记的折线图 然后呢 这个的话是取消 取消那个 这个 这个 图例 OK 所以这个 后面自己打一下 注解 好 那我们完成之后 再来试试看 所以这个 我已经把刚刚的 那个 图先删掉 那为了确定说 这个效果 OK 按F8好了 先 Add一个Chart OK 它就出来 但是图没有来源 所以没有来源 它就变成空的 画好了 OK 然后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效果大概长这样 再来的话呢 增加它的 这个title 诶 诶 诶 这个的话 With With Active Chart Title 所以 这边的话 显然 这个应该 Chart Title 的话应该是要 Add 一个 With Active Chart Title 这个的话 我再看一下 如果是Diggen 这行应该OK 看一下 诶 这个也不OK Active Chart 这边有Active Chart 这边有Active Chart 给它一个名称 然后再把图例去掉 OK 试一下 我让它执行 好像就OK了 执行 它就OK 也没改动什么 所以Active Chart Title 奇怪 为什么会发生问题 不是 我重跑 它就OK 所以 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那这一段程式 枢纽图 一样我会把它放在 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二十... 我看放在二十二页吧 二十二页的下方 这个枢纽图 好了 OK 那一样 请各位 一样就自行加上注解吧 我是建议各位 可以试着自己 动手去修改这个程式 因为 你会发现很多地方都雷同 以后如果要用到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 大概很多地方是一样的 那我只是说 改动的就是 它的 它的位置 比如说我放在D4 然后宽跟高 另外的话 之类来源固定 这不动 不过可能你要注意一下 那个工作表 是不是会被改名称 那其他的话就是说 我的那个字 字的 那个 Title部分 其他就是说 它的颜色 它的Size 它的那个粗细 需不需要去加 OK 然后最后把图力关掉 这样就OK了 那 不过还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有旧的 你可能要删掉 那前面有讲过 所以其实如果假设 你希望能够做出一个效果 就是 在增加图之前先把旧的删掉的话 可以 在云端上面第19页 其实也可以删除旧图 这个其实这个前面都有讲过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做完这个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也就是我希望可以把资料下载之后 并且就是产生枢纽分析 那个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 那再来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